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是假恶仇 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一起来践行和守护我们共同的梦想 每天中午十二点 感受文化的力量 当前中国的电影发展 弹幕背后的青年亚文化 黄丽宏 Lose Myself 忘我 点击热世界搜索瑞观点 这里是每天中午十二点 和您准时相约的文化正午 我是龚言 姚明 我们一般都亲切地称之为大姚 他从篮球场上退役了 但是姚明并没有淡出我们的视野 他的活动场景虽然在转换 但是成千上万的姚粉们 却始终没有将视线 从姚明的身影上移开 前段时间 姚明走进了非洲 与个头刚刚到他膝盖的非洲小巷 同步前行的照片 一再往后迅速开始走红 世纪球星与美丽的非洲巷的拥抱 大象 犀牛 非洲豹 荒原 丛林 这一连串图像的组合 造就了非常寻常的传播的效应 人民日报有篇文章是这样来评价的 这是对姚明非洲公益型的关注 也是对一个世界性话题的关注 更是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对姚明深厚的中国的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生的东西 没错 姚明用一部纪录片和一本新书告诉世界 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 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来说 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来说 那是何等的重要 姚明是非洲故事中的人物 也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他引发了外界对于象牙走私 鱼翅消费等一些敏感问题的关注 大家记住那个广告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但是他同时也借这样的关注 向世界在讲述着来自中国的故事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专家彼得斯 他认为交流并不在于相互的趋同 而在于相互信任 相互关爱 因此手拉手要比消除隔阂更加的重要 而篮球将姚明和世界篮球迷 尤其是美国篮球迷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大家都知道篮球是美国的国球 在这个一百多年前发明的传统的体育游戏之中 居然会出现一位身材高大 技艺过人的中国球员 这无疑引发了美国人共鸣的关键所在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姚明的魅力在为哪呢 在于他来自中国 中国人不仅会打篮球 而且他打得和我们一样好 甚至打得比我们还要好 记得曾经在2002年的时候 姚明在网上和球迷聊天 900多万人同时在线 导致了全美六大城市的服务器同时崩溃了 在新泽西球场 漂亮的美国姑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打出中文横幅 叫做姚明我想和你结婚 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叶丽的事 姚明呢 当然我们知道没有娶位美国人 而是娶了漂亮的叶丽 一位中国太太 但是这却让我们看到了姚明与球迷之间的 那种难以割舍的爱和共鸣 而这样的共鸣呢 其实是姚明率先释放出来的 是他先让美国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姚明 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他与美国球迷员磨合得非常好 包括他和他当时的所谓福老大 弗朗西斯之间的配合 包括在姚明在球场受到欺负之后 弗朗西斯替他出头的那个片段和画面 不仅感动了美国球迷 也感动了很多中国球迷 这是他和球员队友磨合非常好 一个非常鲜明的例证 所以你会发现 很快他就成为了球队的核心人物 美国人看到的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姚明 他有着谦谦君子的东方风度 他用微笑回应那些冲他做鬼脸的美国球员 他甚至呢连签个名都签得非常的认真 姚明的温柔敦厚 与美国球星的凶猛好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让NBA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东方的球场文明 由此说来啊 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中国故事 总是从激起共鸣开始的 对于一些全球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 我们与外媒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和不同的观察的角度 但这恰恰也是通过讲述中国故事 引发共鸣的机会所在 对此呢 文章是这样来评论的 借助于被炒热的中国话题 来讲述中国故事 需要有高超的传播记忆与创新能力 需要有把真实的一面展现 给世界去看的自信 更需要把我们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讲给世界去听的勇气 文章还继续讲 在这个角度看啊 要让中国故事真正具有持久的感染力 就必须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 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 寻找更多可以激发共鸣的载体和热点 再来说说纯粹地道的美国电影 银河护卫队 那么这部电影呢 虽然票房不错 但是呢 有人看完之后发现说 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看 在电影里边呢 我们又一次目睹了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何其的多灾多难呀 为什么我们总有那么多危险在我们身边 而且总是美国人救了我们呢 当然这部电影之中不光是美国人 还有很多外星人救了全宇宙 所以不用怕 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 身边总会有来自任何国家的超级英雄的出现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传统的套路 就是这超级英雄刚出现的时候 总是先被打得四脚朝天 心灰意朗 然后呢 猛然间 就像这个 咱们叫打同任督二脉 猛然间奋发突强 把强悍无比的大反派给揍个稀巴烂 这次呢 这银河护卫队的英雄们不仅拯救了地球 而且拯救了整个宇宙 我们来看看预告片 The galaxy is facing an unstoppable threat Ronin could destroy us all The Guardians are our last chance I come from Earth We protect the weak I will fight beside you I'm a warrior And a weapon She's a heart Quit smiling You're supposed to be a professional I will destroy your world You gotta go through us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Marvel's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刚才说了啊 这个模式确实有点老套 但是啊 很多人说 这银河护卫队呢 还是给了英明一些惊喜的 就拿这主人公来说啊 在人们的心目之中啊 超级英雄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应该是像 绿巨人 钢铁侠 蜘蛛侠 超人 等等 那个样子的 高大上 对吧 英俊潇洒 但你会发现 这银河护卫队里边的 五位英雄呢 看起来有点另类 刚才咱们在这个 宣传片里也看到了 你比如说 这个长了一张地球人脸的 也就是地球人啊 有点不太正经的 叫奎尔 里边呢 还有一看就不是地球人的 这个卡摩拉 但是非常的冷艳 还有一根金的 这个德拉克斯 当然里边我最喜欢的 就是两位 一个浣熊 一个树精 浣熊呢 鬼灵精怪 而且呢 特别聪明 这个树精呢 非常非常的呆萌可爱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五个人啊 放在一块 那都是青衣色的 叫扁平人物 没什么太多的 丰富的个性 但是合在一起 却构成了 性格元素的 多重合奏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银河护卫队 绝不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团体 而且是一个 原型的人物团体 这五个人的形象啊 既不高大上 也不高大全 甚至呢 每个人都有点 那么不太靠谱的样子 比如说 这男音号奎尔 开场的时候 就亮出了六块腹肌 让我们将其自取的 预设为神一样的男子 那后来发现 这是一位 就有一点点能打 略能打 而且呢 还爱摇滚 而且还私吞脏物不成 被人满世界追着跑的 普通凡人 甚至呢 有点罪犯的嫌疑 而这卡姆拉呢 欺世灭族 这个要跟养育自己的人 要斗争闹敌 比拉克斯呢 力大无穷 身材非常好 但是呢 力大无脑 而浣雄和树怪 树精呢 更是一个没头脑 一个不高兴 整个就是两个 这个特别搞笑的小人物 倒是你会发现 这片中的最大的反派 这罗南啊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最好的人 而为了先祖的复仇大业呢 他呢是忍辱负重 深谋眼虑啊 南征北战 最后是壮烈牺牲了 你说这个 愣是把正派 排成了反派人物 把反派人物 排成正派人物 好莱坞很有自己的想法 好 咱们说回这五个人啊 就是这五个人 没有一个有逆贴的超能力 但是呢 却能战胜强大的对手 这也让这部英雄大片 有了很多的喜剧色彩 同样呢 也是这部片子 除了视觉特效之外的最大亮点 北京《青衣帽》的文章 是这样来评论的 导演给这部充满 声光奇观的科幻动作片 搭配的调味料 除了笑声 还有温度 温度指的是什么呢 这温度啊 并不指简简单单的 矫情的恋爱的桥段 而是出自于人物的内心的记忆 比如说啊 奎尔 一开始呢 是个地球的小男孩 他呢 把母亲临终留给自己的那盘音乐卡带 试作珍宝 你会发现 这部电影 除了看视觉之外呢 每首歌也特别好听 但是仔细一查 还都是老歌 那是一首首美国七八十年代的典藏金曲 在反复的提醒的奎尔啊 他的身世 在与此同时 也使整个顾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怀旧的色彩 这里边他听音乐可不是拿什么MP3手机啊 他带的是温克曼 温克曼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随神听 这是多少年代都没有了 现在应该叫老古董了啊 所以你会发现 由于这盒卡带的存在呢 影片的叙事忽然间具有了多重的景深 而当那些词句接通起一个特定时代的记忆 整个故事 甚至因此沐浴在了某种文化想象的奇异的光辉之中 话说的有点复杂 简单说吧 影片有浓浓的怀旧的色彩 如果你喜欢七八时代的欧美金曲 那么看这部电影一定会找到共鸣 文化是一种力量 文化是一种情怀 文化是一种影响 文化是一种温暖 文化是一种传播文化 影响中国 接下来为您点击 《广生代》当前中国的电影发展 我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了 清华大学西门语传播学院的副院长 隐红的一篇文章 他对于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个往生代的概念 过去我们划分时代都是用时间划分 比如说第五代导演 第六代导演 那是时间的 但是往生代靠的是空间的划分 这往生不是内往生 是网络的网 生存的生 隐红给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 往生的电影产品已经诞生了 最明显的例证 就是从互联网转移到大市场的电影 叫做老男孩之梦龙过江 就那个小苹果 就那个电影 对于老男孩之梦龙不太豁 我们从来没有问问 我们只要就是知道 这一条条条条条条条 realizing 看你的号码 真的瓜子 很多作品呢 实际上是互联网积累的资源 转移到了电影上 第二 还有网生的观众 大家知道啊 中国互联网发展已经20年了 实际上啊 现在影院里的年轻观众这一代人 他们都是在网络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 作为电影院的主力观众 影响着电影的文化 电影的题材 甚至影响着电影的价值观 这是我们讲的网生的电影观众 还有呢 就是网生的电影导演 而且他说话好别扭 网络而生啊 网络应运而生的电影导演啊 网生 比方说像郭敬明啊 在写小说之后呢 在互联网上成为了大家的偶像 他来做电影 成为了所谓标准的网络而生的 网生电影导演 我们最近呢 还出现了很多网生的电影企业 比方说像优酷土豆成立了 合一影业啊 阿里巴巴影业 还有爱奇艺影业 实际上啊 互联网在重新整合电影业 隐红认为啊 网生代的出现呢 对这个产业的改变 将会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呢 是电影产品的网名化 这是因为大量的网络上的创意 正在转移到电影商去 这种娱乐需求 会给网生电影 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 娱乐偏向会非常的明显 甚至有可能出现 娱乐致死的倾向 第二呢 是电影生产的网络化 大家说的大数据 可以计算出观众关心什么 在什么地方关心 愿意花多少钱来关心 那么都是可以有 数据的量化标准 这样一来啊 我们的中国电影 会依赖大数据 进行设计和生产 第三个呢 就是营销的社交化了啊 现在的电影呢 跟几年前那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靠的是铺天盖地的宣传 但现在呢 情况相反 必须是在网络上 先形成口碑 这电影才有可能被认可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网络宣传 电影的网络宣传 那是口碑决定成败 这就是社交媒体 带给我们的全新变化 真正于此呢 宇宏教授也提出了一些 应对的策略啊 比如说 无害娱乐的理念等等等等 而所有策略呢 都是基于他对电影文化的认识 他是这样说的 文化一定不是一个普通商品 它是一个文化商品 它要卖 要娱乐 但是还是要有文化底线 绿色票房是底线 文化担当是责任 中国电影需要站着挣钱 否则 好莱坞将来打倒我们呢 就不仅仅是技术奇观 也是文化优越了 这话说得非常好 接下来为您点击 弹幕背后的青年亚文化 接着我们来说说弹幕电影啊 今天夏天呢 这弹幕电影呢 可以说是火了一阵子了 简单说呢 就是一边看电影 一边来抒发评论 同时呢 可以在大荧幕上 看到别人的评论 那这确实是一种 很新奇的体验 不过呢 随着夏天过去 这种模式似乎也消失了 但是在网络上 这种弹幕依然是红火的 这弹幕呢 听起来是一种新生的事物 但是文汇报的一篇文章 却在古代找到了 弹幕的原形 不少古人都有 给经典著作写 注释的爱好 这一来二去啊 著书是很重要的典籍 是经的重要的教辅材料 语经已经达到了 密不可分的地步 说起来啊 最著名的这个著解 就应该算是 《红楼梦》的批注者 叫做这个知厌斋 那她呢 是曹雪芹 已经写好的这个文本上 加上了自己的批注 有些很短 有些很长 这有点像这个弹幕啊 不过呢 文章认为啊 这个知厌斋写批注 和现代人写 弹幕动机是不太一样的 知厌斋是为了更好的完善文本 而今天的网友 则是为了结构文本 说到底啊 这弹幕本质就是恶搞 几年前的互联网的恶文化呢 通常是针对文字和图片的 视频受限于技术原因 真正能够对视频进行恶搞的 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的储备 弹幕技术的发明 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恶搞者 对此 文汇报的文章是这样来评论的 弹幕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 青年一代具有青春性 多变性和挑战性的特点 文化上偏向非主流 边缘亚文化和次文化 有趣的是啊 一旦这个东西成为主流 后一代青年人就会自行创造 他们的亚文化 那么亚文化会不会成为主流文化呢 文章认为这可能性不大 倒是有可能呢 主流文化不断吸收了亚文化 让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接下来为您点击 王丽宏 Lose Myself 忘我 接下来聊一聊 久别歌坛的王丽宏 推出的全新单曲 叫做 Lose Myself 什么意思呢 就是忘我 那么这首歌呢 是为一个电子音乐节所量身定做的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 王丽宏还找来了一个合作的伙伴 是瑞典的著名的电音歌手 Avichi Avichi翻译过来叫做艾维奇 这位出生在1989年的这个著名的DJ 别看年纪不大 但是在瑞典 乃至整个欧洲 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老DJ了 来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电音风格的歌曲 留下的无数个回忆 留下的无数个lady 有留个不停 留个不停 不能再想我 只想要忘记我 你怎么能忘 我只想要忘 你教我什么 你教我什么 我只想要忘 你教我什么 教我怎么 让自己旁空 旋律上咱们不说了啊 很流畅优美 那王丽宏的词座水准似乎一直都有所争议 但这次也不例外 有人赞取 有人非议 乐评人丁博发表在网易娱乐上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王丽宏的词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对西洋音乐走势的适应度 很多人都觉得英文歌的音乐性更强 这固然有欧美音乐发展更为成熟的原因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英文没有四声啊 所以呢更容易配合旋律 或许是由于王丽宏的语言习惯的问题 这首歌的歌词在评测方面很有英文歌的感觉 再来说演唱方面 阅评人丁博认为啊 王丽宏这一次的演绎呢 并不像以往那样的精致 反而比较平实 在声音的处理上呢 也会对比以往更加的粗犷一些 狂野一些 充满电子风格的伴奏节奏感十足 不停的变化跳动 但是王丽宏的演绎呢 压得很稳 这种反差带来一种独特的质感 习惯于在音乐风格上玩变化的王丽宏 这次在演唱会上也玩出了更多的变化 这种变化或许在他的音乐生涯之中 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首歌作为电子音乐节的原创热门单曲 也承担了许多社会意义 要知道 电子音乐啊 在华语音乐团呢 一直是没有占据过主流舞台的 王丽宏呢 以自己的知名度和创作才华 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电子音乐的发展 但是也许这首歌的意义也仅此而已了 乐评人丁博是这样评论的 指望一首歌或者一个音乐 带动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 绝对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王丽宏真的是明确转型为电子音乐人 或许我们还可以期待它成为推动中国电子音乐的力量 由此来看呢 现阶段的Lose Myself 就是忘我 只是一个或者说是两个的 优秀音乐人的优秀作品而已 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欣赏一下这一首好的作品 也就此作罢了 好 以上是文化政务的全部内容 点击热视键搜索瑞观点 我是公言 明天见